他是驼枪师姐里俄姐的渣男老公 何复同情里一事无成的大哥 每位情缘里下腹早辈为天王里的亚孙 见证实陆里的灵光 虽然你叫不上他的名字 但一定看过他演的戏 张景成演啥都英气十足 而他老婆张岩却是英气十足 很多人纳闷他俩到底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本期的波罗嘰嘰嘰就和你聊聊张岩夫妇的故事 别看张岩是从内地去的TV比 却比张景成火 他和古天乐搭档眼笑看风云的时候 张景成也就是一个小配角 总之他能娶到张岩确实是高攀朗 张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姑娘 从小学武器之好的不得了 再加上北方姑娘的豪爽和身高优势 张岩跑去南方发展简直如鱼得水 他当初南下广东是准备学习现代舞 那种相对冷门且新潮的舞蹈 在80年代的西安还很少有人培训 在广州求学的日子虽然艰苦 但让他长了不少见识 1990年张岩的室友给他报了美在花城选美大赛 谁曾想这个一向低调的北方姑娘 获得了选美比赛冠军 TVB也给他抛来橄榄枝 向往大舞台的张岩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时名气颇大的香港TVB 听闻这里是培养巨星的摇篮 但可惜港圈的排外思想让张岩吃了不少白眼 尽管他演了很多大热IP 比如马场大亨笑看风云等等 但还是一个不温不火难有突破的小角色 广州选美冠军和港姐选美冠军 根本不是一个咖位 你看袁永宜再看看他 张岩明白香港不是他的女孩 合约期满后 张岩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内地 但他刚走没多久 李天胜就四处找他 想让他回港眼校 江湖里的人盈盈 这样张岩哭笑不得 为什么我在的时候你不说 现在赞助证都快过期了 你又冒出来了 李天胜表示他和古剧集拍笑看风云的时候 就注意到张岩了 可惜那时没有合适的角色 想在TVB出人头地 没点耐心还真不行 面对李天胜泡来的橄榄枝 张岩做出了这辈子让他后悔的事 点关注咱接着往下聊 头枪师姐里扮演俄姐老公的张景成 现任生活中娶了男人婆张岩 说实话他高攀了 张景成在港圈混不下去的时候来到内地 而那时的张岩早在内地爆红 曾经在TVB的日子已经翻篇了 某天张岩在上海外滩逛街 无意看到了一家面馆里 坐着原先TVB的老同事张景成 他用粤语和老板讨价还价 老板却狮子大张狗 要问这个香港人多收五元的面前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张岩全看到了 他挺身而出为张景成理论 正义和善良的光芒 让两个人的偶遇产生了微妙的情愫 分别后张景成对张岩念念不忘 但张岩对他根本不来电 而张景成是什么人 打不倒的香港人 追个三年五载子又怎么样 一部都是天使的祸播出后 张岩的人气又开始飙升 繁华落幕张岩感到很疲倦 到底要是也还是要爱情 正当他感慨人生的时候 张景成送上了答案 那天恰逢张岩生日 张景成瞒着所有人 在剧组楼下准备了巨型花海 当灯光开启的那一刻 张景成单膝跪地向张岩求婚 被这个男人追了五年 在那一刻张岩想嫁人了 两年后张岩和张景成正式结为夫妻 不得不说他这辈子 都和TVB有说不完的缘分 张景成为了和丈母娘搞好关系 专门学了普通话和陕西菜 张岩怀孕的时候 他用粤语逗他开心 事无巨细地关心老婆和孩子 张景成演起戏来阴阳怪气的 但现任生活中却是好男人一个 如今两个人已经结婚18年了 张岩也从曾经的妙龄少女 变成了发福师奶 前后变化确实挺大 但在张景成心里 这个善良与正义并存的女孩 从来都没有变过 像她这么豪爽这么大气的女子 在港女中确实很少见 这种北方姑娘独有的气质 把张景成迷了一辈子 在李天盛行里 最适合演人影的人就是张岩 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安姑娘 有香港女孩不具备的豪爽和狭义 你不用反驳我 确实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但可惜张岩和TVB的合约 只有短短的三年 李天盛给张岩打电话 说笑江湖的时候 他不心动是假的 为此已回到内地的张岩 还三番五次地跑到香港去试镜 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 办签证也是很麻烦的 但只要能演李天盛的剧 不管多麻烦张岩都乐死不疲 可惜就在开拍前 张岩的签证迟下不来 而且还赶上了外出老物法的改变 内地演员张岩就错失了 在TVB一夜爆红的机会 而梁亦玲的出现 可谓是赶鸭子上架 因为开拍在即选新人 已经不允许了 必须找一个实力强 懂得随机应变的老演员 赶紧进剧组拍戏 于是梁亦玲只能顶着 张岩的造型上场了 据说当年播《笑傲江湖》的时候 梁亦玲还接到了好多投诉信 说他太丑了 其实只是造型不合适 梁亦玲严九三喜相逢的时候 我可喜欢他了 也许是对TVB的不舍和遗憾 张岩看到来内与打拼的张景鹏 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虽然当初在TVB没有任何交集 但缘分这种事就是妙不可言 你认为呢 评论区能且关注 我发现了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